基東市議員郭美秀結合基東市天行者慈善協會 基東市達摩愛心會 基東市政府社會處台電協和發電廠等公司機關團體和善心人士 特地在中秋節舉辦街友中秋連歡福宴 陪韓式街友們好好吃一頓 也製贈大型萬用背包以及日常生活用品 鼓勵街友們振作 也將協助他們尋找適合的工作 重新回歸社會 包括基東市長謝國良 基東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以及基東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欣 一起陪街友過中秋 希望結合政府和民間的力量 幫助韓式街友温馨滿滿 那我們這個青年公益的這個計畫就是要讓青年朋友每年固定全體 因為五萬人啊滿多人的 每年固定 然後這個群體都來幫助別人 所以今天這個活動就是一個最有意義的展現 社會處就是長期有我們有很多名單提供給大家 然後也在關懷我們社會每一個角落 所以社會處還是郭美秀或是李昌萬 都在長期關懷我們的社會的每一個需要幫助我們 我們大時的地方叫做希望學員 在這裡為什麼有希望呢 因為我們在這裡學習 怎麼好好地照顧得更好 如果這樣不夠的 一定要走出來 我們跟社會一直來跟社會照顧好 社會處指出市政府已經在八月新建制安置中心 服務安置有意願結束流浪街頭生活的韓式街友 也委外天行者慈善協會 制定生活重建計畫引領街友 勤掃街道蹲親牧林 以及輔助工作賠利找到適合工作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